最近看到网友在脸书上开玩笑说连锁超乡开发了新菜单 原来这是一名超乡的店员他PO出了一段恶搞的影片 在影片当中看到他把烤番薯机台下方的预热箱当作的烤盘 在烤盘上他摆上是满满的生鲜虾子 写的说我觉得会被开除不过闻起来真的很香 画面曝光之后有人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有创意 当然也引来的是食安上的疑虑 对此超乡业者第一时间盗窃 强调已经完整清洁 日后也会加强员工醒练 超商店员的十八般武艺又多一项了吗 员工走向热食区打开烤番薯机 你没看错烤盘上竟铺满了二十尾虾子 根本魔术大空间 不烤番薯该烤虾影片在网路疯传 烤番薯从推出以来 一直都是这家连锁超商的主力产品 网友看了店员的恶搞影片反应超热烈 有人说如果真的推出烤虾 半夜嘴馋会想买 还有人喊话总公司 胡椒虾 烧酒虾 柠檬虾 都要教育训练一下 有人则搭上食事梗 说至少不是拿去煮鞋子 很像石头烤肉我是觉得还好 对 我可能会买吃食材 就想到怕有人过敏 就要烤一烤然后之后烤番薯 然后如果有虾过敏的人吃到 可能会有什么症状 民众看法两极 虽然店员拿来烤虾的烤盘 并不会直接接触到番薯 但外界还是担心卫生问题 当事员工自知事情大调了 还po文强调机器油洗干净 业者则发声明致歉 表示会再加强教育训练 超商成了烧烤店 虽是年轻人的苦手创意 但还是难免引发争议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